好 同学们大家好 欢迎大家再次来到我们的六次课突破初二语法课堂 那么不知不觉中呢我们已经进行到了第五次课的讲解 那么在前四次课讲解大家不要忘了我们当时一直在讲解词的用法 其实这属于语法的一个环节 我们当时刘老师早给大家讲过语法呢研究两个问题 一个是用词的法则 在之前我们讲了贯词的基本用法 讲了各种各样的实态呢属于动词的用法 那么接下来两次课呢我们该展望一下第二个话题了 这个话题在你的初中宣誓到将来的高中是极其重要的 我们叫做用句的法则也就是句法 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讲解的是简单句的一些基本构成 那么在讲简单句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看我们今天的题目 叫句型以及简单句的体系层次及趋势点的各个击破 所以今天的主要内容句子我们要分两讲 今天第一讲我们主要来讲句子 以及简单句的一些基本法则 那么在接下来的第六讲我们会给大家讲复合剂的 必语从句的一些简单的用法和一些中考考点 那么今天呢我们长话短说 先来看一看句子简单句体系 那么在讲之前呢首先我想问大家一个特别简单的问题 就像我在上初一的时候我们的语文老师曾经问我 我一个问题他问我说请你告诉我什么叫语文 当时让我很诧异因为我觉得学了这么多年的中文 你要问我点什么李白的诗词杜甫的诗词包括李清照的 这个我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问我一个看似很简单 其实很复杂的问题什么叫语文我当时真是哑口无言 那么今天同样刘老师在开篇也想问问大家 你们觉得咱们老说句子句子在你眼中啥才算句子呢 有标点符号 有的说好有标点符号这个比较聪明啊 我也嫌这么干对吧 我也就这个有逗号就不是句子 有个点是句子有问号是句子 有叹号是句子 那同学们但有一个误区就是 你这阅读中人家给你标好了你这是句子 那我怎么知道我自己写完这句话该不要逗号还是句号呢 上班还有同学说老师那看长短呗 在我眼中长得短的是句子 长得长得长的是句子 长短的就不是句子 就是词组了 我说那也未必 有的时候你可能看到一个词组 有一个词组长得非常长 但那是词组 比如忙于做某式英文怎么说那个词组 be busy doing something 有印象对吧 大家当时还记得我们老师可没说这是一个句子吧 我们当时说 主要印象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词组 叫be busy doing something 我们叫做忙于做某式 但是有可能一个很短的两个词 甚至一个词它就是一个句子 比如同学们 有一天我站在接着这头 你站在接着那头 我冲你大喊一声 嗨 一个词 然后来一个探号 居然成了感叹句 所以同学们 句子到底什么是句子 我觉得也不能够看长短 那什么叫句子呢 我个人感觉有一句话说得好 句子叫什么 大家一定要清楚 叫做表达独立思想的基本单位 一个句子它要表达一个完整的思想 说白了就是 我说一个东西 说完以后 你能明白 有意思 有思想 独立成句 如果说一堆东西 没有意思 那它就不是句子 可能是词俗 大早上起来 我说 起床 get up 很好 起始句 有思想 让你起床 但大早上起来 你睁开青色双眼 我站在你的床边 对你微微一笑 说一句话 BBC doing something 忙于做某事 当时你就崩溃了 想继续睡 把这噩梦结束掉 所以同学们 你就记住 句子是有思想单位 我站在街的这边 你站在街的这边 我喊哈喽 嗨 有意思 为什么 我在想你打招呼 引起你的注意 这就是独立的思想 没有人 我站在这边 你站在那边 对吧 我对你喊 忙于做某事 你也微微一笑回答 对 忙于做某事 俩对暗号呢 这肯定不行 所以同学们 如果你知道句子的 基本含义 那还差得远 那么要想真正理解 一个句子 当年咱们讲名词说 要想找名词 我们要从三个字来把握 分别叫数 类格 那么讲究句子 要通过三个字来把握 句子的核心 我们起个名字叫 粪构图 这当然有的人说粪 这个不是你共那个粪 我们粪到底是什么 一个一个来研究 那么到底什么是粪 同学们 这个东西跟那黄色 都没有关系的 它是指句子的成分 为什么要研究 就像一个中程药品 都有自己的成分 比如牛黄解毒片 对吧 当然成分肯定有牛黄 有的还有什么 还有片 这个还有别的 虽然我不懂中程药 但是你应该知道 锯子也是有成分 那么成分中有很多 牛黄解毒片 我估计有很多 有牛黄啊 大黄啊 冰片啊 什么冰糖啊 苦菊啊 各种各样 我也不太研究 那同学们 锯子也有很多成分 哪些成分呢 基本成分有 诸语 味语 冰语 定语和壮语 那么大家也知道 牛黄解毒片 它的成分 它是分主要成分 和次要成分的 比如主要成分 自然是牛黄 那次要成分 可能就是蜂蜜啊 冰糖啊 菊花 那些草味剂 使它增色的而已 那同学们 句子我觉得也是分 主语 味语 冰语 定语 壮语 它有主要成分 和次要成分 在讲主要成分 次要成分之间 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些成分 搞清楚没有 我请问问大家 你们觉得什么叫主语 老说主语 我就是主语吗 不是 不一定 那什么叫主语呢 当家做主的语言 其实我觉得主语很简单 那能告诉我 它一般在一个句子 在哪个位置吗 句少 好像是句少对吧 那么同学们 或者好像是 比如I eat my lunch 你们能迅速告诉我 主语自然是I 那么动词E它叫吃 往往在动词之前叫主语 那么怎么生活还得很简单 主语就是动作的发出者 那什么叫宾语呢 往往放在动词的后面 对吧 它叫做动词的接受者 或者承受者 很简单 比如我吃饭 发出动作的是我的嘴 我张嘴呢 我就是主语 谁是爱吃的呢 饭那就是宾语 我打你 谁是挥拳的呢 当然是我 我主语 谁是挨打的呢 当然你 那你就是宾语 当然有一天 你当家做主 你反过来 你打我 你就成了主语 我就成了宾语 那么什么叫谓语 我就不说了 一个句子 唯一的一个动词 我们叫谓语动词 只有动词才能说谓语 那么接下来 我再问问大家 什么叫做定语 定是什么 这个跟屁股是没有关系的 定啊 很简单 定语定语 台湾那头说的好 就叫形容词 那么也就是说定语就是形容词 形容词是修什么的词的呢 名词吧 那你想一想 在句子中谁能当名词成分 是不是主语和宾语呀 我和饭 饭和你 你和我这样的名词成分 也就是定语的位置 往往在主语和宾语的前面来修饰它们 比如我今天去哪了呢 我去吃自助 吃了一天大餐 对吧 那么同学们我会说 I eat a big meal 那同学们请问谁是定语 那自然是big吧 我昨天遇到一个什么东西呢 I met Happy girl yesterday 我也带着一个非常快乐的女孩 那您告诉我主意是谁吗 I 那谁是定语 定语 A girl很好 那happy是干什么的 限定的 I形容修饰限定这个女孩的 形容这个宾语大名词的 我们广它叫定语 有的人说老师定语倒挺简单 那什么叫状语呢 台湾那家伙也说的好 咱们这个语法定的太复杂 广它叫副词 但是如果我说 形容词该什么的 我估计大家都知道修饰名词 我还问大家副词是什么 谁都不知道 有的人说老师副词 我一般以为ly结尾 有的人认为副词 还有什么时间的副词 还有地点的副词 还有这个副词 那个副词 为什么副词不像形容词 那么好记 因为副词不唯一 你听为什么它叫副词 你就明白了 副是根句子正而产生的 跟主而产生的 一个东西有主要作用 才有副作用 好比一道菜 主菜是 猪与味与宾与定语 羞肉炒鸡蛋 主菜都是羞肉和鸡蛋 那副词就是 调料起副作用的词 比如柴米油盐酱醋茶 调料 当然没有拿 拿茶 拿茶叶当调料的 茶可以 茶叶蛋 对吧 所以副词 就是起副作用的词 这个没法去记 除非你学英语学到 一定进去 一眼就能认出来 所以在刚开始 你学英语的时候 你学我 我倒是记副词 我当我拿到一个句子 比如我们看这么一个句子 I want to be a park happily by bike yesterday 随便就写了一个句子 那么同学们 这么一个句子 如果有人你分析成分的话 你千万别傻呵呵的找副词 找佐料 对吧 吃一红肉排骨先做 嗯 这里一定个大料和桂皮了 没有人这么干 您先把主要好吃的 先挑出去 同学们 所以主语是谁 爱 爱我 位于 want to 对吧 这俩动词思读 位于 那b 于呢 park吧 有定语吗 有 有形容词是不是b 那么接下来这叫什么 我告诉你 都叫副词 都叫壮语 您排除 主语位于 宾语定语 它都不是的 自然就是壮语 这不就简单多了吗 那同学们 你要废以后再记 比如我们管这个LY协会的 叫方式壮语 这个也是一种方式壮语 这叫时间壮语 你要再和我们家in China 还有地点壮语 还有这个程度啊 这个疑问 咱们就不说了 所以同学们 GIS有这么多成分 又回到刚才那话 任何一个东西都有主要成分 都有次要成分 能告诉我主位并定状 包括以后还有一些补语 你觉得哪个是GIS的主要成分 什么叫主要成分 有它是巨子 没它就不是巨子 朱卫宾 朱卫宾很好 一下夸得这样 你们同意吗 那再试试啊 I eat my lunch 朱卫宾都出现了 有人说必须三个都有 否则就不是巨子 那你看 大家应该看过 泰坦尼克 最后一句 那个Rose和他的男朋友 Jack说 Jack先说 说什么 叫You jump I jump I jump You jump 你跳 我就跳 你跳完 我就不跳 就是这个意思 那同学们 有宾语吗 没有 没有吧 你看只有一个主语和动词 所以同学们 我更确切地说 一个句子必须有的是 主语和谓语 它们构成了句子的主要成分 那同学们 你再想想 句子可不可能没有主语 那没有这种情况吧 除非其实就open the door 那并不是没有主语 而是把主语省略了 没有说 Eat my lunch yesterday 或者说 Want to a park yesterday 那么同学们 句子必须有主语 而且 我问大家主语 你觉得一句话 可以有几个主语呢 一句话 英文一句有几个主语 想有几个有几个 你比如举个例子 我吃饭 几个主语啊 我呗 一个 我和爸吃饭 俩 我和爸妈吃饭 撒 我爸妈也给你奶吃饭 五个 只要你不嫌 你们家人多 你愿意加一百个都行 同学们 能不能没有主语呢 一个句子 就这一句子 没有主语 不行 刚才我不说了吗 这么one two part 所以主语的数量叫做 大于等于一 中文 咱们再想想 你说中国话 一个句子 可以有几个主语 中国话 一个 只能有一个吗 好多也行 是吧 我和我爸我妈妈 那同学们 跟你们挺像 那能不能没有主语 中文 还是很喜欢的 其实是可以的 我给你 比如给你举个例子 有一首古诗说的 叫 松下问童子 言诗才要去 只在此山中 余生不知处 有印象吗 这首诗 全篇四句诗 居然一个诸语都没有 更显得 深山修炼的老者的神秘性 比如举个例子 第一句话 松下问童子 诸语是谁啊 有同学说松下 还山田呢 所以同学们还有一首 日本人发明的诗 谁在松树下问童子 谁说的老师 忙着采药去了 谁在此山中 谁 一般深处不知处 所以同学们 咱们中文学 一篇文章 一个主意都没有 咱们是一种 更欲尽一些的 预言 显得深山老者 修炼的神秘性 但英文千万 不可以这么干 我们一定不要写 这这样的句子 我们中文广 这种四句 都没有脑子的诗 叫无头诗 简称 不是那个诗体的诗 是失去的诗 英文不诗 那请问 英文一个句子 可必须都有动词 没问题吧 可以有几个 一个句子 多个 有的人有好多 是不是 那于是有的人 写作用就这么说了 我昨天出去吃饭了 I went out Eat yesterday 行不行 我一句子两个动词 不行 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所以记住 英文动词的使用原则叫 有钱 只有一个 叫等一 第一要有 没有不行 第二 必须只有一个 咱中文一句话 可有几个动词 多个 想几个有几个 多个吧 我出去吃饭 几个了 有没有脱鞋 三个是吧 出去吃 我又蹦又跳又嘲笑 连滚太爬 装满下的 结帮拉伙的 出去吃饭 只愿有几个 只要你不安累死 同学们 就这点事 那么同学们 一定要记住 这就是英文 未语动词 借行的总原则 叫有且 只有一个原则 那么接下来 低语和定语 壮语是干嘛的呢 我跟你说 次要成本干嘛 你有牛黄 不就完了吗 干个点菊花 蜂蜜什么的 你琢磨琢磨 不就嚼我 让它好吃吗 你本来 你一个西红炒鸡蛋 有的会把鸡蛋搁进去 捞出来一个西红柿 然后炒完了 都出锅了 妈妈来尝尝 我的西红炒鸡蛋 可乐鸡翅 把鸡翅扔里 都倒完可乐出锅了 妈妈尝我的可乐鸡翅 妈妈吃完了都傻了 说嗯 我儿子做的可乐鸡翅 太可乐了 对吧 有些人做完去 看我的西红炒鸡蛋 肯定不好吃 所有的西红炒 搁点盐啊 搁点糖啊 搁点味精 搁点金心 搁点花椒 搁点芝麻 这个搁太多 也不太合适 所以有的人说了 那么同学们 宾语定语壮语 就好比一个树 对吧 树干就是竹语 树枝就是卫语 有了树干 有树枝就是一棵树 但忒难看了 我用定语壮语 毕语干嘛 毕语就是 你比如说举个例子 我 对吧 我买 可以竹味 我买什么 我买一个苹果 an apple 对吧 于是你会发现 我的树 开花了 我买什么苹果 一个大苹果 或者一个很红的苹果 big apple 树 发芽 长叶色的同学们 我再来点副词 我在哪 我高高兴兴的买苹果 对吧 朝朝夕夕的买苹果 骑人自行车去买苹果 那同学们 随着你后三个成分越来多 你的句子会越来漂亮 但是同学们 在我们做阅读中 我们不需要那么漂亮的句子 我关键读懂它 我能看出这棵树 所以我只要划句子成分 只要找到一个句子 什么就可以了 诸位是吧 诸位 但是你要写作中 能玩命给我蹦三字经吗 全诸位诸位 I came in I found you I left 对吧 One car come One car go Two car碰碰 People die 全这样的句子同学们 所以这样会死得很惨 而真正作文 你要想写好了 注意编语 定语和壮的使用 这就是刘老师要跟大家说的 句子的成分 希望大家一定要了解 那么在句子的成分 知道了以后 我们不同的句子成分 就会 就像排列组合一样 会构成不同的句型 那么同学们 大家看一看 这几种成分 到底能够构成哪些句型呢 首先 我认为英文 一共有五大基本句型 这是在写作中 永远不能超越的 你不能写成第六种句型 我们来看看有哪五大句型